大家好,我是Audrey 之前就是法國在台協會 就是跟Cafe Philo 哲學星期五 跟Open Culture Foundation 開放文化基金會 一起辦了這樣一個叫做 民主直接點的活動 那當時其實我一開始只是 translator 就是幫忙翻譯 把民主直接點這個標題翻成 就是democracy à la carte 這樣是一個直接點菜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長期以來就是對於 科技怎麼樣促進民主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這次就是很榮幸能夠看到說 實際在用參與式預算 在巴黎實施的June 他是背後很主要一個對手 以及對於全世界類似的 這樣子的計劃都有很深刻的研究的 Saint-Mer教授來 所以我就自願地幫他們翻譯他們的簡報 然後當他們的口譯 然後等等等等 那在這中間就是也比較認識了他們兩位 然後也就是很榮幸能夠就是跟著他們到台北 啊 台中啊 各個不同的地方 跟各地的目前正在做參與式預算的 或者是做電子直接民主的一些朋友們 有進一步的交流 這些講座了 做完了之後 我知道你有一個機會是到巴黎 直接去參加跟觀察 巴黎剛好是在做那個參與式預算這個計劃 好 那是9月的9月份的時候 那那時候你有多跟June 有多一些交流 而且不只是他 還有其他的人員 是巴黎市政府的人員 那你在那邊有觀察到什麼東西 特別是有關法國或是台灣的 有沒有一些就是新的idea出現了 或是你會覺得在台灣來做這件事情 是要注意到哪一些點呢 是 這是因為我平常3月跟9月本來就都住在巴黎 那在巴黎的參與式預算裡面呢 它是採取所謂的屬地主義 就是你只要是那段時間是住在巴黎 然後你住的地方的那個郵遞區號 好比像說我是住在第三區 75003提供給市政府 你就有投票權 所以說我剛剛好就是在參與式預算投票的時候 住在巴黎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投了一些票 那我還記得我投票的其中一項 現在應該可以亮票了嘛 是在把整個巴黎的3D模型 把它公開放在網路上 那就是我在台灣的時候也可以回味一下 巴黎的街道的樣子這樣子 那我自己覺得很開心的就是說 它沒有做年齡的限制 沒有做種族的限制 也沒有做國籍的限制 其實我也不是歐盟的國民呢 我其實就只是剛好在那個時候在那裡 就參加了這樣一個活動 那它非常能夠讓我更去認同 說我住在的馬黑區到底它需要怎麼樣子的更新 或者是那一區的區長對於那一區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也讓我更多看了那一區的公務員們 對於他們區民的生活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選事情不選人的方式 對我來講是非常能夠讓我去融入 讓我覺得說我也住在第三區的那種感覺 而不是把它當作只是一個我住的或一個拜訪的地方而已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效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台灣很可以 就是一起想的一件事情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在巴黎 Julian他們的團隊有做叫做市政散步的一個活動 會請副市長就是實際一下去每一區去看說 這邊有什麼應該修啊這邊有什麼壞掉啊這邊有什麼東西可以新蓋啊這邊空地大不大啊等等 那所以呢到巴黎的時候我就看到有許多人 他的窗口裡面垂下了白色的布條 然後就在講說反對這一區的均質化 就是說這一區都蓋一樣的應該要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說要捍衛睡眠的權利 因為這一區的隔音不是很好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的大小字體什麼都一樣 那感覺上好像是市政府有一個kit 就是來幫助有話要講的人 能夠產生出這些media的套件 那我覺得這個就比我們說請願啊或者是聯署上街頭或什麼 它更直接 因為當副市長走到那邊看到這個訴求的時候 他可以馬上跟在地的association 協會的人有進一步的對話 那我自己知道說台北市政府有在往這個方向規劃 放在他們的參與區預算的視覺化跟之後的互動裡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台北所有其他的城市如果在做參與區預算 甚至只是在做預算的揭露公開的預算的時候 也可以開始引進巴黎這樣子一種更進一步互動的一些做法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自己有辦法提出了一個計劃是改善你住的地區的計劃 你會建議要做哪一類呢 我覺得看參與市預算的網站的好處就是發現說我想的點子 大部分都已經有人想過了 那我知道法國的巴黎的參與市預算 我們這次精神是collaboration是協作 也就是說如果有兩三個人提的案子不一定完全一樣 只要有一點重疊 市政府的人就會試著幫助他們 請市政工程師把它合併成一個案子 所以說像我一直有一個覺得很好的做法 是在應該是澳洲 他們給每一棵樹一個email address 所以你就可以寫信給那一棵樹 然後說我每天早上經過 我不知道你今天心情怎麼樣我今天心情很好等等 然後呢那棵樹呢就會回信給他 然後分享說附近的污染的狀況啊 附近的這個植被的狀況 綠化的狀況啊等等 那當然後面是有市政府的人在幫忙寫 可是這樣子呢就好像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市政的一部分 而不是像我們以前的代議民主 只有能夠發生能夠去佔領 能夠去用各種方式作為的那些人 才有人幫他們說話 那花花草草樹木河川溪流 透過這樣的方式 好像也都可以有人幫他們說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其實在上一次的巴黎參與時預算 跟這一次都有人提出類似的想法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在那邊待的時間更長一點的話 我就會參與到他們的協作裡面去 而不只是投票而已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參與時預算每一年都有 可能下一年吧 對就是希望你剛剛提出來的 就是聽出來真的是個夢想 但是真的是通過參與預算的方式 是可以實現的 那另外一點我想問你一下的就是 你在巴黎的九月份的時候 剛好也是有機會跟很多個或是一些 我還不曉得就是哲學家還有社會研究家 就是交換一些idea跟經驗 那你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呢 是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最深刻的記憶是 就是當時就是我到法國國家科學院 給了一個演講 那當時本來是要講半小時 然後討論半小時 可是因為塞車 所以我就遲到了半小時 巴黎的塞車呢 當然是讓人印象深刻的 那但是呢 在講完半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一群人移去吃Cuzcus 其實在那邊其實是一個更好的討論的一個管道 因為就沒有好像要關門要下班了的這種壓力 所以那邊我就跟許許多多的博士後的一些朋友 一些教授們 一些社會學家 分享了就是我基於就是communication power 就是Cuzules這位教授的理論 進一步發展出來的 看大家能不能夠把自己的意象 volition 透過網路加以綜合加以blend 然後變成能夠互相連貫的一個coherent volition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呢 當時就是有許許多多的尤其是左派的一些社會學家們 提出了很多critics很多批評跟建議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 可是大部分的勞工階層 他們不一定能夠提升到能夠在網路上面 去好好的把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平或什麼講出來的那個程度 好像是我這樣子提出的一個東西是已經有一定的閒暇的時間的人 才能夠去參與的直接民主 那所以呢 後來呢 我就修改了一些我的想法 就是包含就是self censorship 自己做言論審查 因為資本的關係 所以審查掉一些人不願意把他們的真心話講出來 等等的這些部分都納入到我的一個理論的框架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說在法國有這樣子一種完全就是不受沒有inhibition 就是沒有面子問題的可以很大方的提出各種理論之間不同的碰撞的這樣一種傳統 那我自己覺得收穫非常的多 那明年三月就是還是回到巴黎對不對 是的 你下次去巴黎特別想認識誰或是做什麼呢 已經有一個想法了 是 其實因為這一次的參與式預算的關係 我對巴黎的很多個角落 比之前要來的熟悉了 以前都是就是Metwork可以到的地方 但是這一次呢 到三月去的時候呢 我就多了很多地方 我可能就會自己開AutoLip 去那些在參與式預算裡面提到的 看說他們說要架起一個 好比像說給小學生看的一些花圃 或者是一些蚯蚓的袋子 或這些 那上面都會蓋上說 這是參與式預算做出來的專案的那個標記 我可能真的就會去開AutoLip 一個一個去看說 真的有人在用嗎 那大家當地小學生的反應是什麼呢 然後呢 說不定自己也拍幾張照片來留念這樣子 那等到九月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真的能夠參與當地的提案 謝謝你Audrey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很有意義的想法 謝謝